Hello,大家好,又是我Edison 和大家聊聊古典乐事的时候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則新闻 就是关于意大利族曲家Verdi的一个新闻 说的是他的一个古居Villa Verdi 有机会面临被拍卖的命运 Villa Verdi是位于族曲家的家乡 无论家屋或土地都是属于族曲家本人 他是151年和第二任太太入住的 一直住到1901年他世世为止 说的是半世纪的事 所以里面肯定是充满历史的价值 而他死了之后,这家屋的继承权 由他表称的四位兄弟姐妹所拥有 而以前他们都会住在那里 又或者将部分作为一个博物馆 开放给公众参与 可惜的是这四个兄弟姐妹 原来在多年来都对于如何处理这个房屋 是有一个争论的 在他们四位没办法买到对方所拥有的部分的情况下 他们近日提出将整个故居以拍卖的形式卖出去 这个消息一出来就立刻引起一个文化界的一个震响 因为在说一个这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 竟然可能要面临所有的文物四散 落入不知什么人的手中 所以有些历界人士都希望去做些事情 包括有位意大利指挥叫做Arsandro Bonatto 他发起一个网上联署 希望意大利当局可以出手阻止拍卖或发生的 作为一个香港人 这些文化保育的消息真是见怪不怪 在一个地小人多的香港 很多时候很多很有保留价值的地方 都面临被清拆 所以我都充心希望 Villa Valley可以避免这么无情的命运 今天的古典恶事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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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